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个新的一个小规矩 就是来的分享的嘉宾得给欧文带来一本书 所以我就想请问欧文了 我要带来什么书呢 为什么要带来书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太太听说我在搞这个三位书 因为这个是在车库里面 她也不知道 她有一天发现我的频道说 你是现在有个三位书吗 那你怎么书里面都是玩具没有书 所以我想这个也对 毕竟是三位书 但我又不想自己花钱去买书 就利用拍视频的机会就开始了敛财 对 开始了囤书 小时候听说有这样一种外力写说 你偷书不算偷钱 因为你是偷的是知识 对 我完全原用了这个idea 那现在每一期的嘉宾 我要叫他们带一本相关的书籍 我可以放在我的书架上面 那今天林慧明律师带了一本他非常具有意义的里程碑式的书 听说你是作者之一 是澳洲首四字眼红宝书 对 他也是澳洲第一本中文的关于房地产投资的工具书 当中涵盖了关于房产知识税务知识以及贷款的那么还有法律的知识 我是当中法律的专栏作者之一 所以今天很开心能把这本书送给欧文的三位书 并且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当中的相关的法律知识内容 好了 谢谢欧文 非常感谢 拿到这本书我也可以在工作当中给我的买家一些非常专业的一个指导 对 有什么不懂的话我就直接上面看一下 对 然后就可以补充我的知识库 是的 也欢迎大家去当当网 都可以去订购这本书 好 直接问你那边买 好的 袁律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说跟买房子息息相关的 二手房的买卖在澳洲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业 它涉及方方面面 所以你们法律人员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因为很多从中国过来的一个客户他们说 买房我为什么要找律师 我又不是打官司 是 那我跟他们解释在澳洲的话 买方有买房的律师 卖方有卖房的律师 是 我们已经十几年都是这样做了 对 我想问一下五名律师 在澳洲买房为什么要请律师 对 我想这是跟中国你去投资之业非常大的一个不同 在整个英美法系和中国的这个社会主义法系有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澳洲呢 法律呢它分solicitor 事务律师 跟barista 出庭律师 那我们用白话来讲呢 可能是非诉律师跟诉索律师 嗯 那么我们作为事务律师 帮助客户呢 就要去审阅它相关的所有的文件 嗯 所以我们经常跟来到澳洲的华人同胞们说一句话就是 你签任何资之前 你打任何款之前 嗯 你有任何问题 都应该有一个律师 对 帮助你给你一些建议 更何况是投资置业 这几十万几百万这么一个大事情 对 对 在中国香港 这也是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职业 给予这个买家建议在他签这个购房合同之前 因为香港它仍然属于是英美法系的 对 所以过户师或者是过户律师 在您的投资职业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跟买房的中介 跟会计师 税务师 或者房屋检查师一样 能给您整一个职业过程当中去保驾化 OK 那我们在昆士兰 买卖房产的话 是一般是我们地产中介 地产经纪人 先来安排这个合同 那这份合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了 它是一个制式的合同 你给观众们介绍一下这样一份合同 它的一些要素 对 就如屏幕当中大家所看到这个合同的模板 这是澳洲昆士兰工会 跟澳洲昆士兰房地产协会 共同制定的一个关于二手房市场的合同的房地产 买卖合同 那这个合同当中呢 它已经有相对的标准的一个条款 对于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责任 并且要把卖家的中介律师 买家的中介律师都要揭露在合同当中 对 并且如果买家有任何特殊的需求 或者是跟卖家达成的这个协议的话 并且有特殊条款这一来进行一个补充 所以呢 我们大家基本上看到的这个16页的合同呢 就是一个红色的一个抬头的 就是一个制式的一个 适用于昆士兰州二手房买卖的一个合同 OK 所以如果我跟一个客户都谈妥了 如果签完合同之后 我把合同一般我都是发给 就是买方的话发给买方律师 所以说您如果作为买方律师的话 你觉得合同到你手上之后 你是怎么样一个流程直到过步 正如欧文刚才所讲的 在这个合同签署之前 我们会给买家一些建议 那么当如果欧文发过来的合同 是一个空白合同的时候 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告诉买家 在签所有的字之前 都必须得到独立的法律建议 那这时候我们会给买家去分析解释 是合同的一些关键的条款 那么当买家没有额外的问题之后 并且得到的信息是相对一致的 OK 那他可能就会去签署 那这时候签署了之后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offer 邀约 那这时候呢把这份邀约 通过中介再递过去给卖家 卖家会看这个邀约 所以我是否是满意的 如果满意 他就签字 就表示acceptance 也就是说承诺同意 对 那一同意 合同就正式成立 对 这边我要稍微讲一下 我在一般 帮助客户签合同的过程当中 我们用的都是制式的 这样一个合约的范本 所以非常大的一个confusing 就是说它的一个误解 就是说买家一看这个是合同 他就觉得我只是 对我只是抽一个offer 我为什么要用合同 对 但是问题是在于 合同的概念是在于agreement 对 contract合同就是一个双方的一个 真实的意愿的这样一个体现 在你单独给在 虽然说这个东西是合同 是一个合同的范本 名字也叫合同 但是如果双方的签字 比如说就是你单方面给屋主提一个价 你在上面写了价格 说你要贷款多少天 你要做房捷 虽然你已经全部是单方面的签了字了 只要屋主没签字 这个还是一个出价 是 它不是一份合同 对的 它是单项的 只要屋主一旦签了 全部同于你的条款了 包括价格 包括你其他条款 我们才会在合同日期上写个日期 对 然后合同就生效了 然后合同就生效了 对 但是如果卖家改了一下 那就是一个反邀约了 对 比如说我们出价60万 卖家说60万不行 我要你60 60亿万 对 那这时候改回来了 那你如果不接受的话 那这个合同依然没有成绩 依然没有成绩 是的 所以反正谨记这一点 合同就是双方真实意愿的体现 对 要两个人都你情我愿 才是一个合同 对 是的 那么这是一个一开始的一个步骤 对 那紧接着还有两个我想是非常重要的条款 是 一个叫做finance condition 对 一个叫做building and past inspection 对 一般就这个两大类 对 然后经常很多人会把finance condition 翻译成这个贷款条款 但我其实更加倾向于把它将作为这个融资条款 解释给买家听 为什么呢 因为融资条款finance condition 前提就是如果您在多少天之内 那我们可以用14到21天来举个例子 那14到21天之内 如果您的融资不到位 这个融资包括什么呢 包括您从国内安排汇款过来 包括您向银行贷款 包括您向亲朋好友们借款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不一定是贷款 对不一定是贷款 你这个解释好 就不一定贷款 你如果只是贷款的话 你就局限了 是的 那万一我不要贷款 可能它是安排汇款而已 我问亲戚借 也是ok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不一定是贷款贷不到 如果我比如说14天之后 我融资融不到 是的 我也可以不要 是的 所以如果在合同当中有个subject to finance的condition 也就是说这份合同的最后的交割 是以您的融资满益为前提的话 那么如果您在我们约定的天署当中 您融资无法满益 好的 合同撤销 所有您所交的定金 全部退回来 您的交易对方 卖家 已经相关的这个中介从业人员 可能无法在这一当中获取相关的这个收益 因为合同最终没有交割 因为这个条件没有达成 ok 那我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是 也蛮尖锐的 它如果融资融不到 是编的怎么办 对 对 这里呢在我们的我们刚刚所讲到的 律师工会跟房地产协会当中的支持合同 就明确要求买家 什么努力去融资了 对 那这时候买家就要去解释 我向我大舅 我向我二舅 去汇款 哎银行不饶会 哎大舅看我的这个还款能力工资单不好 嗯 然后表示他也不放心把这笔钱借给我 嗯 那需要证明他曾经 努力过 并且相关的文件呢 但是呢 达不成相关的融资的条件 那所以这一条在昆士兰是这样的 我认为 是 我粗略的一些见解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给你一个机会 后悔 对的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卖家如果真的要去跟你去这么 会更到第一 你没时间请你去这么弄 对 第二就是说你 可以编很多东西 所以我还是希望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 为了节省林律师的时间 我觉得您在购买房子之前呢 我还是觉得要去先问好贷款 对 或者先问好你大舅 到底愿不愿借给你 先评估好自己的贷款 对 融资能力 然后看房子呢 我也觉得 不要一下子热血冲到头上 你看个两三次 跟你家里的人全部商量好 是 真的决定买之后 那我们就不要变了 不要骑驴找马这种形态 这个也是很恐怖的 对 就是你看到之后 一切都准备好了 我们再来出这个比较神圣庄严的offer 因为很多钱呢 对不对 是的 这是个很大的一个决定 对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融资条款 但融资条款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也保护买家 也让买家有一个因为融资不成 我可以再撤出来的一个权利 对 那还有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条款呢 我们把它叫做是房屋 以及害虫的检查条款 对 因为我们所知在昆州的二手房呢 如果是二手房交易的话 你的建筑啊或者你的白蚁啊 难免可能会有一些瑕疵 因为它毕竟是二手房嘛 对对对 那尽管可能是新房都会有一个瑕疵 都会有一个瑕疵 对对对对 但何况是二手房 那正是因为这样的现实情况的存在呢 所以呢 法律赋予买家进行房屋检查 并且赋予买家自己去进行房屋检查 对 如果卖家说买家 这个是我做的房屋检查报告 你看看啊 对 买家您可以看 您也可以不看 您可以完全请独立的房屋检查师 害虫检查师 去对为您做这个整个全方位的房屋检查 对对 那检查下来 如果你拿到报告 那买家有三个权利 嗯 第一个我检查不满意 嗯 那我好 撤销合同定金拿回来 嗯 没有任何的定金损失 第二个 我检查不满意 但是呢 我可以跟卖家去提 你说 哎呃 这个检查可能需要修复 您能不能给我降价 或者帮我修复啊 对 之类的 那这样呢 卖家呢可能又会跟您去一个商量 这个溢价空间的这个过程 或者是去调整合同一些细节的这个过程 来促进这个交割的进行 对对 这边我补充一句啊 因为我在日常的工作当中 这个是很常见的这样一个问题 嗯 嗯 关于房检如果检下来是不满意 那不满意是分很多种不满意的 你有一些是非常不满意 比如说他地基有问题 对对 或者房子一半给白马蚁咬掉了 对那那个时候你完全有可能说 哎我也不要修 我什么都不要对 我要把我定金拿回来 我要撤销这个合同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我们也是非常理解的 但如果有一些小毛病的话 本身是一个很好的房子 因为一点点小毛病 最后你心理上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大的问题 而错过了一个好房产 这个是万万非常可惜的一个做法 所以说如果有一些小毛病 您在跟律师通知律师 去让屋主修也好降价也好 之前最好跟您的地产经纪人去协商 地产经纪人会在您跟卖方之间 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 到底是降价也好呢 还是那个把你修好也好 那分两种 如果降价的话 它必须要去有一个 就第三方出具这样一个证明 对 你也不能乱要讲 对 也不能乱要讲 如果比如说一个篱笆要换 你不能说我要降两万 这个就是不合理的要求 对 那一般我们会跟屋主说 这个fans的话 这个篱笆的话 要全部重新换 换的话我们给他 比如说两个这样一个quotation 给他们这样一个报价 是 根据这个报价 那个屋主可以说 一共要收4000 我来承担2000 你承担2000 或者我全部承担 是的 这个要协商的 是的 所以我们会当中协商 但最后一点千万注意 协商的结果 不能靠我们地产中介 口头的承诺 要让林律师写信 写得很仔细 是 到底降多少钱 是 扣多少钱 对的 然后再 发到 就是说卖方的律师 我们白纸黑字 给他确定下来 大家都不能辩 是 还有一类就是说 我不要降降 但是我要屋主修好 是的 也有的 那屋主可以这样 屋主说 你这个有一些 比较大的毛病 可以帮你修 那小的毛病 这个就跟人生毛病死一样 这房子40年了 我这个不是我的责任 你比如说 有一点点小小的 对 这可能叫自然损耗 自然损耗 这个自然损耗 你要去叫屋主修 那你要去造个新房子了 那很难 所以我们也要在当中 去进行一个协商 进行一个 就是说 把它优先化 哪些是你非常重点的东西 你要去修的 哪些是次要的 我们可以稍微就过一步 因为让大家都退一步 是 但是也是一句话 你全部确定好之后 要让林律师过目 过目完之后 他会用法律术语 写给对方的律师 说OK 我们现在确定 这五样要修的 并且要用 professional manner 是 你不能自己去修一修 我自己帮你吐个游戏 不行 对 要出具证据 在交屋之前 你要出具 你要修的 修了多少金额 这个东西都要到位 是的 来避免在交屋前面的 这样一个纠纷 对的 那么在交屋之前 您还是有权利去看房屋 卖家有没有对房屋 对所承诺的修复的内容 已经完成了修复 这个就是pre-settled inspection 对的 就是交割前的房屋检查 那您一般是 因为这个里面 纠纷也蛮多的 他如果说不满意 他能不能取消交屋 他不能不合理的不满意 那如果卖家能出具说 这是我已经是找到第三方的 第三方也是有相关资质 就像您说的 他是professional manner 就是我是有资质的人来修的 那您不能说您自己主观的不满意 而说对不起我不行 他也不能在交屋前的检查 其实也不是针对一些小问题的检查了 他也不能说这门把手好像有点不灵敏 那这时候可能就不合适提一些小的问题的检查 因为这时候 你应该把这些问题 在您房屋检查的时候前置 对 不能在后面补偿了意思是 是的 因为这时候合同已经无条件了 并且已经快要面临交割了 如果提一些可能是小的问题的话 可能反而影响买家自己的交割义务 带来相关的违约策 所以我能不能理解成为pre-settled inspection 就是我们说的交屋前的一两天 你要去看这个房子 对 也就是我们所说复查 对 但你不能因为复查的不满意 你可以去不满意 对可以 但是不能因为不满意 而把这个交割的义务 说我不履行了 对的 就您的复查不能给您带来 就是一个不合理的一个交割的延迟 那这边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如果我真的不满意 比如说真的把我的厨房 这个全部弄坏了 人已经不在里面住了 那我不能因为这个 我说我不交房 但是我可以采取法律行动 对 当然 交完屋之后 你说这个怎么回事 这个交屋的时候 整个厨房坏掉了 我先交屋 但是我可以让我的律师 把定金给freeze 就是我当时付的定金不要给买 不要给卖家 对的 让他先放在那边 直到我们的纠纷 就是解决了 对的 所以这边就是说 你的那个 当时付的定金也关键 你不能只付2000块 是的 如果你只付2000块的话 你对那个卖家是没有约束力的 对 他会觉得 这个那2000 那我就等呗 大家号呗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手上 林律师那边 已经拿了5万块钱了 他就要点量点量了 我这个5万还要不要 对的 我有可能回去还是帮你修好 是的 到时候就release我depot 是的 好 那林律师 您给观众们介绍一下 这个定金是什么样一个原理 为什么要付定金 而且定金的金额怎么来 大概怎么来确定 好的 没问题 那么在二手房买卖合同中 支付一笔定金呢 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支付的方式 那么定金往往会分为两笔 那第一笔叫做小定 Initial Deposit 第二笔叫做大定 那是Balance Deposit 那么这个会在合同之前 交割之前 就需要支付到地产经济的信托账户当中 就在我们公司作为一个中立的把它放在那边 对 只有你们律师可以去挪用它 是的 那么在交割之前 卖家是完全碰不到这笔钱的 他只能看到一个release 说这笔钱已经到位了 那么在什么时候这笔钱会被释放出去呢 在交割完成的时候 那么在交割完成的时候 你肯定要支付一笔尾款 假设您定金支付了一定的比例 那交割就要支付剩余的比例 那交割确认了买家跟买家律师说 买家律师我买一交割了 那卖家也跟卖家律师说 我买一交割了 双方一起发信给地产经济的信托账户 那这时候信托账户才会把这个定金释放出去 那买家肯定会问 那我这笔交定金岂不是在保护卖家吗 不一定 交这笔定金一方面是保护卖家 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保护买家 也是对卖家万一的约束 对不对 他就不敢 因为您在复查的时候 您可能发现了一些瑕疵 那些瑕疵可能我们举个例子 一千块钱就能修缮的 但这个定金可能有三万在那边 那这时候主体结构您依然可以先交割 产权没问题 我们双方对产权没有问题 OK先交割 那剩余的部分 大家就去纠纷说 你这到底一千修还是两千修 就在定金部分 我们就发信给信托账户了 地产经纪那边说 不要释放 交割可以 但你定金不能释放 那因为我们的买家对部分的瑕疵问题 还有一定的纠纷 我们必须纠纷解决之后 你才能释放 这时候如果地产经纪 敢没有得到授权释放的话 其实它可能有可能是刑事罪 对 因为这完全关乎到 双方的资金安全的问题 对所以我也经常把他们 这个信托账户 叫做是一种支付宝 只有买卖双方 买卖 我确认收获了 卖家还要问你 给不给我好评 那这时候这笔钱卖家才会拿走 所以这个小小的定金 你别看它不起眼 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 OK 各位观众 非常感激你又看一期欧文三位书 这一期非常感谢我们的林律师 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干货 是在买房子当中 非常有实践意义的这些知识 那我们下一期的话 您准备给我们的观众 讲一些什么内容 对谢谢欧文 今天我们聊了合同签署 融资条款 房屋检查条款 定金 那其实在购房当中 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注意 包括风险 冷静期 交割 特殊条款 还有产掉 这些都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非常期待在下一期节目当中 跟欧文 还有跟大家 在一起去探讨跟分享 OK See you next time 好 好